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摄影情报室 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今早一开新闻就听到Canon 终于肯给腾龙和Sigma 开发这个RF的S-Mine 即是APS-C的镜头 然后腾龙公布了11-20 2.8正在开发B060 而Sigma公布了自己之前的 APS-C的镜头 基本上全部都出来了 大概7月左右会出来了 我想腾龙应该差不多时间 Anyway 但是你看到很少两家厂 是可以一次过 就将GAPS-C同一时间公布 很明显是Canon在后面 已经将整件事统筹了 对于Canon的用家来说 当然是开心 哎呀好东西啊 终于可以用到腾龙色码了 终于可以用到副厂镜了 而在现阶段最吊诡的一个位置 就是未有Full Frame的镜头公布的 但是当然老实说 你要出一支APS-C的镜头 其实RF-Mine 应该没什么特别限制 不会是Full Frame用不到的 我想Canon都可能 希望可以用一个控制住的方式 逐步逐步去放宽这个 副厂镜头的授权限制 那以往呢 其实呢 暂时 如果我没记错 只得福伦达 是因为MF呢 是可以拿到正式的授权版 还有另一间公司 就是一些MF镜 可以拿到授权版而已 基本上老挖最新出的10mm 2.8 都是拿到MF授权版的 那现在可能 其实几间公司都不断和Canon去谈 不断希望可以 立刻在自己的授权名单上 那对于Canon来说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在香港呢 其实你很少看到有人用R7 R10的 或者R50那些 那类的相机 大部分都是Full Frame 可能R6 Mark II R6 或者R5 Mark II 那所以对于很多 真的的Canon用家呢 在香港来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 那也都不会说 突然间 哎呀很开心 就立刻拿一支 副厂镜下去 那但是这样去出呢 就令到 有一个好处 就是练到 APS-C的Canon镜呢 暂时来说呢 就可以补充了很多漏洞了 就是例如 你有Sigma的三支 定招啦 腾龙的 轻巧的 11-12-12.8 那 which is 就是这些厂 就是 我想腾龙和Sigma呢 就帮了Canon一把 那对于 不同人来说 其实我又觉得 都有一些难度的 就是当然 大家看到现在 其实是locking new的 即使是 腾龙和Sigma 公布出来的镜头呢 是 都是旧款 在Sony E-mount 转过去的 那也都没有什么 暂时说 专门去因应 就是RF的接环 口径比较大 啊 Canon的sensor的特性啊 去开发的新镜头 那当然 你可以预期就是 正式整个过渡 例如 由单反年代 很多 Sigma和 陈龙的镜头都有 Canon Nikon Sony 甚至是 Bunderman 但现在呢 就终于正式 在无反年代 全部都过渡了 有Canon 有Nikon 有Sony E-mount 甚至有Panasonic的L-mount 拉架的L-mount 那 那 和Sony的竞争 它虽然 在某些市场上面 保持着No.1 例如 你会发现 它还是 在日本 或者是 美国的销售 是No.1 但是 Market share 就不断被Nikon 和Sony 在后面追趕 甚至 Full C 都是有进步的 Full C 由以往 5个百分点 到10个百分点 都是一个 Double 但是 Canon 终于 要向现实低头 真是 开放了自己的 蚂蚂 给 腾龙 和 所以 大家可以 预期 之后 他 会 可能 以Canon的习性 我觉得 好控制 腾龙和Sigma 一定 不可以有些 相同招距的镜头 所以你不可以 你不要 expect 7200 会有支 Sigma的Sport 或者有支 7180 在腾龙上 即是在 Canon那里出 那可能 有的 又好像 腾龙那样 要不断去改一些招距 或者是 规格上面 去做得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完善 那 顺带一提 那刚刚 如果大家有留意 视频新闻呢 你都会发现 Sigma 刚刚为了两支 两支镜头 即15068 和668 去出了一个 新的firmware 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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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 A93 A93 的一个 120樽连拍 那就是证明 其他厂 即Sony 都看开了 之前 其实很多副厂的镜头 都是因为 受制着 Sony的限制 是不可以用一个最高速的年度的年拍 甚至不要说A93 是A1的年拍 那都有些限制 但是现在终于放宽了这一样东西 那我希望下一次放宽的就是用原厂的真距镜 那变成了可以令到某一些 例如 54% 腾龙的 那可以用回真距镜 那基本上 就可以好很多了 那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又觉得 对于整件新闻来说 对于Canon用家来说 都开心的 那 但是就是 今年之后 Canon 将来会公布R5的 Mark II的机 那应该都是一些 就是 散招牌的机 那 那将来可能巴黎奥运 会有R1 那我想那个就不是人 就是不是正常人用的了 那但是应该 可能我预期 Canon是会 就是 在年拍速度 那 那还有整个sensor的 就是制程呢 会有一个很新的设计 那令到 就是Canon 就会多一些 noise 那其实Canon呢 整体上来说 在机的功能 interface 人体工学 都做得比较好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 它以往呢 最大的问题呢 它是一直兼容 用自己的sensor 那令到它在 无反的年代呢 因为不开放 或者半开放的策略呢 而令到自己落后 我预期 如果Canon 可以 是肯和Sony半导体 合作 就是用Sony sensor 的话呢 其实Canon呢 追上来呢 是可以很快的 而且Canon的开放能力 是实在很好 这个大家 千万千万不要发事 好 那今集节目时间 就这么多了 那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意见 那有意见 那有意见都可以 就是 我们一起在下面留言区 那里讲一下 那还有呢 麻烦大家like 和subscribe 写成报室 多谢各位 拜拜